大家好,我是露毛 今天就分析回星期日的兩場重點賽事 第一場就是國際三級賽的1200米沙田藍瓶 編了第六場,三點鐘開跑 有十隻的參賽馬 第一隻小巨人就背133磅潘頓去跑 第二隻就有你共賞 聖德威擊上加州、福星、君哥、美麗門載、黃龍大將、人者全心和神州寶區 當然我們要看回以往的賽職 第一隻一項馬其實是比較不利的 因為尺寸都是什麼重磅而有受養 因為尺寸都是Groove 3也會有受養 那麼今場的重點推介我 其實我會推介美麗門載自奇 會偏重在加州、福星身上 小巨人始終要靠後追去追 真的有一定的影響 以往國際三級賽、沙田藍瓶 我沒有記錯都會放在前置位置 又輕綁的都會容易回來的 先看看 對啦 對啦 上年 上年 講回上年的 沙田藍瓶 得主就是聖德威 他也是首席4455這樣爆上來 前年就永旺年年爆了大欄 那一場其實片片都爬到一絕的啦 那輸給 DOMFIT DOMFIT的榮王裡面 真的不能說 那再上年就 幸福指數華欣亭 爆Q 跟著控制者快放第三 加州、福星 那之前就劏了美麗門載 那其實以那場的職真的很好 那如果順利何則要 其實他現在在講小巨人 是18磅 而他排三檔小巨人 排六檔小巨人 一定要drop後去少一個靈位 才可以有cover 遮擋 走得順 而加州福星 其實只有一個跑法 順放 低了 順放 那其實 是好處的 那次選 我要回黃龍大將啦 那其實我預計都會是 偏懶的 這隻烈魚大概30-40倍左右 那 貴內 其實這隻馬都是很中心準成 那 經常被你看到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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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那樣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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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一lä 再來選擇3隻 那第三隻是 女可能又偏 vid sat 我放前 騎了6次 有4V 兩個第二是很準心準成的 排10檔 我猜他都會手而搭 你不要預算V 上是不大的 你說2 2 3 3 都要損的 10場裡面有3隻 如果你想買4重彩 損多一隻 可以考慮... 其實... 棍哥啦 棍哥可以考慮的 另外當然是棋肉 今季最後一場角質1級賽24005位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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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打冠軍旗 即打杯 9隻 馬參戰 那我隊買的1隻是... 只有1隻而已 那就笑面迎人了 其實說回我自己的心水 一定會是葉滿時事精彩的啦 上場... 樹美勝出光彩 潘頓似是太頂得 但是600都未肯走出外搭騎 就可能... 見好沒有幾重500才去騎 其實真的... 對比跑法上面真的輸蝕的 你想想吧... 我直路400米 差... 整4、5個馬位追上來 最後輸大概1個頸位這樣 其實真的好不抵的 上場 那... 次選我會要回百幾次勝啦 那... 第一見到史麗澤真是慢慢地去的 狀態真是起回 去回蘇布洛 其次現在是去除了眼罩 我沒記錯 對啦 除了眼罩 那... 希望有些新鮮感被他刺激到他 那...希望... 更得翻啦 其實蘇布洛都說 動明過了今季下季 是會被百幾次勝 縮情跑短途 試一試的 那... 三選 其實我會撿回一隻英雄 始終真的是 中心準成的 跑二千... 二千啦 甚至二千四 他是中心準成 就是這三隻 那... 講完新加坡啦 其實我撿了一場的而已 那... 那... 我會選了第二場來做重點推介啦 那... 那... 首選會是二號的... 欸... 欸... 三號的德維佳 那... 五號白夫長 六號林佳熱情 和十號的匹茲堡 那...其實為什麼會用德維佳去做膽呢? 嗯... 其實就看回好日子 現在暫時 香港叫延門 新加坡 那邊我還沒看 那... 這隻好日子的缺點其實都幾多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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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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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會慣上放在四四五五五藥內蘭 那隻龍跟你鬥爆一段咯 那...其實是這四隻 暫時就... 那...都是... 其餘的幾場都明天臨場再跟大家說吧 那是這樣 好 拜拜